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雇佣朋友 年轻的中国人出租自己的时间 以赚取额外的现金 MH370消失十年后 飞机仍有可能从地图上消失 中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 将咸土转化为肥沃农田的方法 为什么中国投资者难以保持对海外房产的控制 香港计划在预算中集中 有效地利用资源 陈 请大家收看 雇佣朋友 年轻的中国人出租自己的时间 以赚取额外的现金 日经亚洲 压力和孤独感的不断增加 正在推动中国对付费陪伴服务的需求 该国许多年轻人不愿与朋友或家人 分享自己的问题 而专业的心理治疗 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昂贵了 因此 他们愿意支付费用 找人倾听他们的烦恼 并提供情感支持 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如抖音和小红书 已成为人们广告付费陪伴服务的热门地点 提供的服务范围 可以从陪同客户去看医生 到为某人倾诉日常问题提供倾听 付费陪伴市场 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包括经济复苏缓慢 高失业率和社会压力 正在经历快速增长 MH370消失十年后 飞机仍有可能从地图上消失 南华早报 2014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370航班失踪事件 仍然是现代航空界最大的谜团之一 尽管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搜寻 飞机仍未被找到 239名乘客的命运仍未知 在这场悲剧之后 国际航空界发誓要防止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 一项旨在防止飞机失踪的 关键飞行器追踪工具 已多次推迟 仍未实施 该工具要求飞机 在遇到麻烦时 至少每分钟广播一次位置 最初计划于2021年1月生效 但已推迟到2025年1月 虽然一些航空公司 已经为一些飞机 配备了追踪设备 但全球大部分机队 仍未达到要求 这一延迟 受到航空安全专家的批评 他们认为 该行业需要采取果断行动 确保飞机再也不会失踪 推迟实施追踪工具的原因 被归因于官僚主义 财务压力和技术难题的综合影响 一些人认为 延迟是由于监管机构 和搜救机构之间 缺乏协调和信息共享所致 还有人认为 延迟是出于对牺牲飞行员 对飞机系统的控制的担忧 这些延迟 也与COVID-19大流行有关 该疫情扰乱了航空旅行 并影响了卫星网络 处理紧急信号的能力 自MH370失踪事件以来 航空业在改善 飞行追踪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推迟实施每分钟追踪规则 凸显了确保航空安全的持续挑战 鉴于实施追踪飞机的技术 已经成熟可行 显然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来防止飞机失踪 并在事件发生时 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中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 将咸土转化为肥沃农田的方法 南华早报 中国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学家们 开发出了一种创新的方法 将盐碱地转化为肥沃的农田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土壤科学家李毅 和他的同事们 在土壤下铺设作物接杆 以防止盐分上升到地表 并用塑料覆盖地面 以保持土壤湿度 经过处理 土壤的盐分平均减少了36% 作物产量增加了30.5% 中国计划提高单位产量 稳定播种面积 以确保自己自足 为什么中国投资者 难以保持对海外房产的控制 南华早报 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利率上升 从银行借款购买海外房地产的 中国投资者 正面临着偿还抵押贷款的困境 许多人被迫出售海外房产 导致巨大的损失 据估计 与一年前相比 中国大陆出售海外房地产的数量翻了一番 中国经济的下滑 也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导致对海外投资 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国内的房地产危机动摇了信心 开发商难以偿还债务 并按时交付项目 香港计划在预算中 集中 有效地利用资源 陈 彭博社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政府计划在面对赤字时 更加专注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 陈茂波在2月28日公布新预算之前 发表了这番言论 他补充说 在预算咨询期间 政府对香港人民的关切 有了更好的了解 收到了宝贵的回应 根据陈茂波的说法 今年官方预算文件的封面将是淡橙色 以反映对逐渐复苏的经济 和各行业商业环境改善的期望 眼镜蛇金军事演习 韩国出生率 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日金亚洲 2024年的金眼蛇军事演习 将于周一开始 在泰国进行 持续到3月8日 该演习旨在增强地区间的互操作性 将有30个参与国参与其中 包括泰国和美国作为共同主办国 中国和印度将参加人道主义援助训练演习 周四 印度将公布其10月至12月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而韩国将公布2023年的出生率 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低于2022年的0.78 在被用作猪资料30年后 中国对松露的食欲激增 南华早报 中国的松露产业近年来取得了显著增长 2021年出口增长了58.6% 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松露出口国 产量占全球的80%以上 仅云南省一地的产量就是法国的10倍 然而 人们对中国松露的质量存在担忧 因为其售价远低于欧洲的同类产品 中国农业科学家还致力于培育白松露 目前产量约为两吨 中国团队利用青藏高原望远镜测试光速的恒定性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利用大型高海拔空气阵列观测站 LISO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了测试 并发现在观测到的最强大的宇宙爆炸中 光速似乎保持不变 这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宇宙是一个对称的地方 即洛伦兹对称性 这是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论的基石 这项研究对洛伦兹对称性的违背提供了最强约束 并暗示自然界可能不存在线性类型的违背 震惊的奥运传奇人物基兰 帕金斯谴责马术比赛中的男士比基尼事件 澳洲ABC 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基兰 帕金斯批评了三届奥运会马术选手沙恩 罗斯在一场盛装跳马比赛中穿着男士比基尼的行为 帕金斯表示 他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并认为罗斯对奥运选手作为榜样的影响力一无所知 澳大利亚马术协会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但最终认定罗斯没有违规行为 帕金斯表示 运动员需要注意他们对公众树立的榜样 并关注他们对周围人的影响 美团滴滴成为焦点 中国强调零工权益 南华早报 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要求在线平台改善对零工工人权益的保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MHRSS 发布的指导方针规定 外卖、打车、运输和家政服务平台的运营商 应确保工人的工资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并为他们提供休假 指导方针还规定 如果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约定的最长工时 平台应发送推送通知提醒他们休息 有关部门发现 该行业仍存在明显问题 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和最低工资标准不明确 由于消费需求下降和市场饱和 中国的零工工人面临着薪资下降和就业安全性下降的问题 政府一直在推动加强对零工工人的保护 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如职业培训和工作空缺信息 美团和滴滴等行业领先企业 也一直在增加对零工工人的激励措施 事实核查 特朗普在CPAC演讲中再次充斥谎言 CNN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最近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了许多虚假言论 他错误地声称自己曾警告反对伊拉克入侵 实际上 他直到战争开始后才公开反对 他还声称自己结束了北溪富二天燃气管道项目 这是错误的 因为在特朗普对参与其建设的公司实施制裁时 该管道已经完成了约90% 此外 特朗普重复了关于2020年选举被操纵的虚假说法 并对乔·拜登总统下令起诉他提出了毫无根据的声明 特朗普还对在乔治 弗洛伊德被谋杀后的骚乱期间派遣国民警卫队到明尼阿波利斯提出了虚假说法 实际上 是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而不是特朗普派遣了国民警卫队 特朗普夸大了边境墙的建设程度 声称已经建成了571英里 而实际数字是458英里 他还错误地声称自己创造了大鹏车一词来描述前往美国边境的移民群体 实际上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前 其他人已经使用过这个词 此外 特朗普错误地声称自己在四周内击败了ISIS 实际上 在他担任总统两年多后 ISIS哈里发国才被宣布完全解放 他还错误地声称 拜登总统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辆电动汽车 并夸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声称在拜登任期内达到了2万亿美元 而实际上 2023年的贸易逆差约为7730亿美元 最后 特朗普声称 中国停止从伊朗购买石油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对伊朗石油的进口并没有停止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实际上还增加了 彭皮埃尔谈论Memi Monster派对 品牌建设和三代陷阱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临时品牌Memi的第三代继承人 彭皮埃尔 彭表示 他决心将公司成功地引领到100周年纪念日 彭于2022年成为集团首席执行官 并计划增加收入并削减一些产品线 他还希望改变人们对Memi的刻板印象 即它是一个华人公司 只关心利润 拒绝投资于技术 品牌或人才 旁的祖父于1974年 将备受喜爱的Memi面条引入马来西亚 在排放目标上 给发展中国家一些喘息的空间是公平的 南华早报 该文章讨论了气候变化 对全球南方弱势群体的不成比例影响 而这些群体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最少 作者认为 将高排放国家和几乎没有贡献的国家 在减排方面采取相同的标准是不公平的 像墨西哥和印度这样 最近扩大化时燃料业务的国家应该在其方法上给予灵活性 以便专注于减轻贫困问题 该文章还强调了发达国家将其排放外包给全球南方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 美国和中国将坐下来应对改变世界的风险 澳洲 ABC 预计美国和中国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举行会议 讨论人工智能AA的负责任发展 此前官员和专家们进行了多年的游说 关注点包括利用AAI破坏民主 实施欺诈 导致失业和发展军事应用 生成是AI的快速增长 使得人们担心它可能被用来影响公众 并颠覆政治进程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认为 任何关于AI框架的讨论都需要关注军事用途 积极合作和可能的领域 美国计划推出一个AI安全研究所 要求开发者与政府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 中国已将某些信息来源列入黑名单 禁止用于训练AI 并要求大众市场的AI产品在发布前经过审批 预计这次会谈将涵盖广泛的议题 因为AI在武器和日常任务等许多领域都有应用 如果塔利班想要在阿富汗获得合法性 就必须放弃与基地组织的关系 南华早报 据联合国报告称 基地组织据称在阿富汗建立了八个新的训练营地 在喀布尔和赫拉特设有安全屋 在潘杰西尔山谷储备了武器 并在阿富汗东部运营着五所伊斯兰学校 塔利班与较小的组织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PTP 和巴基斯坦圣战运动PJP有联系 这些组织在巴基斯坦的邻国进行了恐怖袭击 塔利班外交部发表声明 表示不参加即将举行的多哈阿富汗会议 柏林电影节 关于被掠夺的殖民时代艺术的电影获得金雄奖 德国之声 柏林电影节是欧洲主要的电影节之一 它将最高奖项金雄奖授予了马蒂 迪奥普的纪录片《达河美》 该片记录了法国将达河美王国的26件皇家珍宝 归还给贝宁的过程 这部纪录片突出了殖民物品归还的问题 这个问题目前正在前殖民国家的博物馆中进行讨论 电影节还展示了其他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作品 凸显了柏林电影节作为欧洲主要电影节中最具政治性的声誉 香港的陈茂波面临平衡预算的挑战 以帮助经济复苏 南华早报评论版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准备提交香港第二个后疫情复苏预算案时 面临着严峻考验 由于公共收入不及预期 城市的赤字持续上升 而各行各业仍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 房地产市场和旅游业也未能如预期般复苏 陈茂波必须在经济复苏的需求与财政纪律和福利补贴的谨慎管理之间取得平衡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提振经济 但可能还需要更重大的举措 西方领导人在基辅会晤 聚期承诺在乌克兰战争周年纪念日上支持乌克兰 雅虎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年之际 七国集团继七国家领导人承诺支持乌克兰 G7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进行了视频会议 并发表声明称 当乌克兰进入这场持续战争的第三年时 乌克兰政府和人民可以指望G7的支持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 领导人们还誓言将继续以制裁的方式打击俄罗斯的收入来源 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 但这一承诺遭到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的阻挠 在其他消息中 俄罗斯无人机连续两个晚上袭击了奥德萨港口 击中了一座住宅楼造成一人死亡 在蒂涅伯罗 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了一座公寓楼 一次救援行动发现了两具尸体 作为回应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家俄罗斯钢铁厂引发了火灾 预计美联储偏爱的通胀指标将出现一年来最大的增长 雅虎 根据美联储首选的指标 美国一月份的潜在通胀可能上升至一年来的最高点 凸显了控制价格压力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 预计较上个月上涨0.4% 这将标志着过去两年中一直在下降的指标连续第二个月的加速 而在三个或六个月的基础上年化数据后 两者都将在12月份低于美联储目标后回升至2%以上 G7承诺加大制裁力度 冻结俄罗斯资产直到乌克兰战争结束 雅虎 G7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防止进一步逃避制裁 在一次在线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 领导人表示 他们将对帮助俄罗斯获取武器或武器关键输入的第三国公司和个人实施额外制裁 他们还承诺对那些帮助俄罗斯获取有助于俄罗斯武器生产或军工发展的工具和其他设备的人实施制裁 领导人表示 他们还将继续剥夺俄罗斯发动全面战争所需的收入 并惩罚帮助克里姆林宫的第三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闻内容 包括中国年轻人雇佣朋友的现象 MH370失踪十年后的情况 中国科学家发明转化盐检地的方法 中国投资者难以控制海外房产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背后的深层分析和我的观点 首先 我们注意到中国年轻人出租自己的时间以赚取额外现金的现象 这反映了压力和孤独感的增加 以及心理治疗服务的昂贵性 虽然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问题 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年轻人对情感支持和倾听的需求 这也提醒我们与朋友和家人分享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MH370失踪十年的事件 尽管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搜寻 飞机仍未被找到 乘客的命运仍然未知 这个谜团迫使国际航空界采取行动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然而 关键的飞行器追踪工具的推迟实施引发了批评 这个延迟归因于多种因素 如官僚主义 财务压力和技术难题 这个事件提醒我们 航空安全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需要更多的努力来防止飞机失踪 并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 中国科学家发明将咸土转化为肥沃农田的方法 这是一项创新的科技成果 有望帮助中国解决盐检地的问题 并提高农田的产量 这不仅对中国的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也对其他国家的农业领域具有启示意义 科技的进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投资者难以控制海外房产的问题 这反映了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利率上升的影响 许多投资者被迫出售海外房产导致巨大的损失 这也提醒我们投资是有风险的 需要谨慎考虑 同时这也是对中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一种警示 需要采取措施来稳定市场和防止风险 最后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要求在线平台改善对零工工人权益的保护 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零工工人权益保护的重视 也是对当前经济形势下零工工人面临的困境的回应 这也是对社会公平和劳工权益的一种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我希望能够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 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现在我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小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写 visa 平常 即将 中文 大